眼睛若是不沙沙,在了近11岸,也有可能是頭部裡面洗腱瘤 一位近年52歲的臨生時,近半年來因為倒裡眼睛都看不清楚 原本就是眼睛的時力替化,到某些檢查後都不改善 經過核磁公正的檢查,發現眼睛的倒邊有3公分的腦下垂體腱瘤 經過手術的治療,時力已經慢慢回復 患者臨生時,是以5年6月開始,發現自己開車時眼睛看不見 原本就是近視感動,而且老化不去注意 高甘科精塑造時力檢查時,所以發現多病的眼睛有問題 經過核磁公正檢查後,可能頭部裡面有1顆3公分的腦下垂體腫瘤 已經抵到四神經,而且影響到內分泌 剛才在經過身經磁科醫師的手術治療後,現在已經順利清肚精瘤 因為眼科一般會,它局部的神經壓迫產生的症狀 所以第一時間不會看神經外科 所以經由眼科醫師的診斷之後,然後做過一些精密的檢查 發覺有腦下垂體腫瘤 所以這類手術雖然是良性的東西 但腳不處理,延後處理,可能會變失明 所以這種疾病還是要非常地重視它 醫師也表示,緩架是利用雙鼻孔鼻內視鏡來做治療 手術保留正常的腦下垂體 另外再配合滴水止血電燒 把機會這樣幫助機會 讓手術可以順利來完成 那以往大部分都是以單孔來做,做腦下垂體的切除 那後來我去美國UCLA後來發現他們大部分都採取雙孔的手術 當然雙孔手術它能做的範圍更大 然後對於比較大的腫瘤,超過三公分以上的腫瘤 其實都可以拿得蠻乾淨的 然後又可以避免掉一些神經的一些損傷跟血管的損害 所以回來後就是因為藉由部長 就是跟部長討論後我們就是定下說 三公分以下的原則上如果以單孔能夠解決的腫瘤 我們還是以單孔為主 它畢竟破壞比較小 但是對於三公分以上比較大的腫瘤 或者是壓迫的比較嚴重的腫瘤 為了要讓它完整的清除的話 我們就選擇做雙孔的手術 一次秋色也在白鞍白底複合式手術室來進行 可以幫助醫師在秋色後 馬上為白鞍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馬上柯林秋色的部位僵流是不是有完全的制度 那是有病發症嗎 當馬上進行處理 新中華新聞白鞍林中華 彩虹報的 很順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